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综艺茶室 前段时间我收购了一款比较满意的红茶 也就是红茶金居梅 是我们本地也就是福建五一山的金居梅 另外两个厂家也寄了同样品种的金居梅 它们的条形相似外观相似 但是它们的质量与价格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鉴别一下 它们的好坏与优点缺点 先从我收购的这款金居梅来说 我为什么会收购这款金居梅呢 因为相比我收到这么多样品里面 这款金居梅的生产日期更靠前 我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颜色更正一点 正常的金居梅它颜色就要这种灰与白之间 不要红 灰色银灰银灰的 这种颜色很正 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很正 第二颜色证明了什么 颜色证明了它的生产日期是靠前的 我给大家明显的对比一下右边这款 右边这款颜色就更深一点 它带一点红色 这款茶它的生产日期应该是靠清明后了 然后这款茶它的颜色有点死气沉沉的 可能是它工艺的问题 它不是那么的亮明亮透亮 在干茶里面上来说不是那么透亮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最左边这款茶 最左边这款茶为什么会选它来讲解呢 因为最左边这款茶它是去年的下属茶 也就是去年的茶艺 它这款茶颜色最深 所以它从颜色上来说它是代表是越后面做的 第二它闻进去三款茶里面 它味道是最有那种鼠味的 也就是鼠香味 你们所说的鼠香味就是红鼠的鼠 烤红鼠的那种味道 所以这款茶它是最差的一款茶 也就是最不满意 但是这三款茶市面上价格都是卖一样的 如果你不认真区别的话 当都是当做顶级的茶来卖的 从茶汤的颜色给你们看一下这三款茶 其中呢还是原来的从浅到深啊 中间这款茶汤颜色有点浑浊 然后最好的这一款就是我收购的这款 然后右边这款呢还是比较暗沉的颜色 颜色比较偏深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喝一下 先从我自己的这款茶先试喝一下 嗯太香了 我先来讲解一下我喝完的感受吧 它这款茶的优点呢 它是比较清透清点 第二呢它比较鲜灵 鲜灵这个词汇呢 它只能用于新茶上面 老茶它是没有鲜灵感的 只有新茶它才有鲜灵感 好比你喝那种山泉水一样 比较新鲜 然后比较有灵气 比较有活跃 好比你在山间喝泉水那种感觉 比较鲜灵鲜灵的感觉 第二呢它比较清点 清点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它的工艺或者是它的品种特色 它有做的比较清除一点 这款茶它工艺做的比较清除 所以它比较比较清点一点 能这样子解释 现在我来喝一下第二款茶 第二款茶呢 它的茶味就比第一款茶 也就是我说过那款茶要重 重很多啊 它的品种味更重 第二呢它就是水会略粗一点 再来喝一下最后一款茶 颜色最深的一款茶 那这款茶它带一点点白茶的那种药味啊 它这种药味可能是橙味 就是去年的茶这种橙味 那还有一点它就是 也就是我刚刚说那种 那种鼠味 略带一点鼠味 它闻进去鼠味会更重一点 但喝进去鼠味还好 只是略带一点啊 这三款茶我们都喝完了 因为我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喝到一到两泡就结束 给大致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要真的认真同台对比的话 你一定要同时对比到最后 看谁的香保持的醉酒 而不是谁的茶味保持的醉酒 茶味保持的醉酒是没有用的 香保持的醉酒 它的先灵感保持的醉酒 能够买到这款茶 这一款茶 它的价位是88元50克 也就是一两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拜拜